传播出品牌 有相应法 相应法上面 比如说我们学的法 要跟他们的上师相应 所以他上次才知道我在學什麼呀? 他們解釋相應解釋錯了 比如說,他說,那我這麼問到大寶法王了 那我可以寫大寶法王的,我可以學那個 對,他們的相應變成了怪力亂神 你一個小孩子,不要說小孩子 就一個小孩子學話,學做話的人 他一定要念念之間至誠懇切,身心投入 這叫相應 你要至誠懇切投入就要相應啊 因為你投入,那彼此與老師的教授 跟你學習的接受,在授授之間 那大家才能夠體會你到底到哪裡,進步到哪裡了 對不對? 不要說學做話,學毛病也是這樣的 你要全心投入一下 我有真正至誠懇切,教你的心 二法合合就要相應嘛 這沒有半點怪力亂神,不是你夢中誰相應 他就能夠知道我,他就能知道我幹什麼 你把他都當成神了 那那個相應是在曲解,那叫怪力亂神 正當的發心中,在決心中 哪一般一個凡夫,他學教毛筆的 我有吃成懇切的心,教你毛筆字 你有想學的心,你有我們這樣的師徒兩個二心這樣合合 我當然知道你現在學的怎麼樣了 你哪些技巧還不夠啊 對不對?你哪些可能你在靈摩上面功力還不到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正常心中就會知道啊 那不是那我相信他講的怪力亂神 但是就方便用藏區的藏文的名字翻譯成漢文 叫做那是不相應不具足相應 那當然法中不成就嘛 法中不成就只有兩種 只有同樣還有另外一種像 什麼另外一種像 就是徒弟不知道師父講什麼 師父也不會知道你徒弟學到哪裡 他叫心中不相應 所以他想的那就是怪力亂神 他想要說相應就是我現在要跟師父相應啊 所以那師父就知道我在哪裡 光他起心動力我就知道你是怪力亂神 我做問的時候我跟師父一說師父就知道我 這樣聽懂嗎? 我聽懂了 這裡面講的是什麼? 這裡面講的就是政治政見 我講的政治不是說我說的政治政見 我說就是在決心上面正當的反應叫政治政見 你要用對的心啊 他自然他就會知道叫相應啊 這叫修相應法 那因為什麼叫做修相應法 可憐是可憐到末法眾生 他學一樣任何東西 哪怕是學世間記憶他都不知道修相應法 秘中叫修相應法 漢傳就叫做學習身心投入 只是用門子不一樣嗎? 你站在上傳你就覺得好像有很多幻理 用的文法不一樣而已 你身心投入我也身心投入 師徒二法才能合合 才叫相應 你先要來學任何東西 你先修那一念發的赤神的心 投入的心叫修相應法 在這個另外 在這個此外 因為這個相應法就是什麼 就從此以後 你從你不能慢慢慢慢 它要轉成種種智慧的能力 本來不能就轉成智慧 你不管學什麼都是這樣的 這叫相應法 那除此之外沒有任何 沒有半點怪力亂神 我做夢師父都知道這叫相應 那就已經是怪力亂神了 所以他一講到這種聲音來 我就告訴你修錯相應了 你修成怪力亂神了 而且我用心理學上來講 當你說修相應法時 我沒有聽到你一句話 是跟師父到底學什麼 因為任何法中 你既然說相應 那我就看到你的傳承 傳承就一定有教義 教育的教法 我沒有聽到 你只說相應法 我沒有感覺到你有任何傳承 你只是說夢裡面 師父都知道你做什麼夢 你只知道你幹什麼 師父都知道你幹什麼 你們到底在學什麼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末法眾生 末法眾生在一切文字上 一切名稱上面 已經不知道信用 信中 自信 覺信中的作用 中國人講信用 都還在覺性上講 在這個心性上說的 佛門中講心性 就講覺性 就講到覺性 就不知道心性的作用 所以有很多文字 有很多聲音 因為文化的背景不同 所以提到不同一般 我們不常用的聲音以後 你就覺得好像很深奧 你幹什麼 口耳相傳 你知道聖人法 都是口耳相傳的嗎 知道嗎 聖字怎麼寫 耳是聽聞嗎 口叫宣說嘛 那當然是口耳相傳 不然學到哪裡 肚臍傳的 口耳二字 能做主食 它能夠成聖 為什麼以耳成為 叫做文 事實上眼睛見色也叫文 鼻子嗅香也叫文 舌中變味也叫文 但是這個文中 為什麼以耳為多 因為耳它能夠變異 體會那個異 耳聞異 不但是變異 它能夠傳異 彼此間能傳達異理 道理的 不是意思的異 就是道義的那個異 異理的異 所以在這個耳朵能聞上面 而且剛好也在佛文中講 叫做耳根是圓通的 所以在耳根上面 它能夠通达 通小異理 道理 所以在這個耳朵 來代表文中的文性之中 以它為表 以它為算 但是真正的文字呢 中國人講的那個文 就是心性中 道理的豁達 豁達嘛 一個人 一個人叫做達文 達文的意思就是 你心性對道理豁達嘛 不是達文 只是說你聽得很遠 牽你的耳叫達文 不是那個意思 達文是心性一切道理的豁達 所以那個豁達之中 只有在兩個性上能表 在根中就是文 文以耳來表 對吧 在教化之中一口 一口來又能宣 它能夠宣出 而且口有什麼 口有吞吐跟出入相 你能夠在這個道理上面 你能夠真正在心中納受 還能夠吐出 宣布 還能夠真正在這個議題上 有那個能出能入 心中不斷地在貫徹 能夠清晰是口 你在耳口上面都能夠清除 在耳口之中 它能夠變成你全部一個心體的主導 就是主心你是看不到的 現前的就是耳口 耳從口要能夠變異 那這就是腎 腎人就是耳口王 那你當然是口耳相傳 那一切聖人法就是口耳相傳 將來你也是這樣得到如是智慧 但是現在人因為在口耳相傳之中 都不知道這耳口 原來就是表達心中的作用的 所以他在這個上面 他已經搞不清楚 說到口耳相傳就變成感覺到 你當然讓你聽起來就覺得很神秘 你只要口耳告訴我 我也是口耳相傳 我也是口耳相傳 還不能忘傳 雖然叫口耳相傳 那已經錯了 所以那會有改成簡體 這叫幼土 還有口耳相傳 你不想像